我們來看一下數甲這題 這裡面有四個正整數根 相異的 等於有整數根就表示 有x減多少是寫東西 但有四根就表示 它可以完全分成四個相乘 你在學一次一次檢驗法 最重要是要知道這個原理 不一定要背那個結果 把原理用清楚 你看這就很簡單 這四個數相乘要是40 而且要相異的 40可以分成什麼呢 40可以分成8乘5 就是2乘2乘2乘5 如果你現在篩2225 就不滿足相異 所以可以怎麼篩呢 可以篩245 可是這樣子還少一個 所以重點就是說這邊還有一個1 可以用 所以這題就是怎樣 x-1 x-2 x-4 x-5 所以這四個呢 就是它的有理根 1245 所以四根合的話呢 剛好加起來就是12 所以重點就是 要讓大家去掌握到 其實 你在學一次音式檢驗法的時候 你重要的就抓到 其實就是怎樣 就是 它有有理根就是有一次音式 好 那占用比較係數 其實就可以處理這樣的問題 其實 好 但是 還是有一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